大家好 今天有朋友在问我说 有千玺跟无千玺要怎么使用 怎么焊接 那顺便聊一下 就是无千玺在使用上 有一些小小的pickball可以跟大家说明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有千玺 有千玺你可以看到在 这四款都是CASTER的玺 有千玺的话就是右边这两款 那你就可以看到像这个上面 就会有写到这个 席的笔跟签的笔 这边上面也有写席的笔跟签的笔 好席的笔跟签的笔 那无千的焊席呢 就是我左边的这两款 那左边的这两款呢 你就会看到它是无千的席 你就会看到它没有 这个pb的部分 就是没有这个席的指标 那这个pb的部分 它就会被这个圈圈打一个叉叉 表示它这一卷是没有 没有席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它的席的笔的比较高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材质 那接下来每一种焊席呢 其实都有粗细的分别 像有的是1mm的 也有0.4mm的 像这个是0.8mm的 那不同的粗细的焊席 在使用温度上也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一般呢 无千焊席呢 无千的席的温度会比较高 那有千席的温度呢 会比较低 通常我个人比较习惯 会用在250到300之间 那无千的部分可能会更高一点 可能会在350上下 那我个人的习惯 当然这个温度跟你使用的焊席的品牌 跟里面的成分跟内容 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 跟那个粗细也有一些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就以无千焊席为说明的重点 那有千的部分 那我们下次再谈 我们必须先谈一下 习本身 这种习丝本身 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跟结构 习的组成就是 包括这个习丝 除了这个习丝本身的成分之外 里面其实还有一部分的习油 只是一般我们看不到 其实 大部分的朋友会问到就是 无千锡为什么焊起来都会霧霧的 而且很难灼锡很难焊 这个时候通常我会建议去选择一支 比较好的落铁 它的灼锡的程度会好很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被焊席本身的大小 跟以后磁锡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当你在使用这种无千锡的时候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比较细的锡丝 那如果你又要焊这种比较大的焊点 像这一类比较大的焊点的时候 这个恐怕就要更粗的锡丝来伺候 它会比这个要来的简单一些 但是如果你拿到的锡丝或者是你买到的锡丝是这种细的 而不是这种粗的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那我会建议各位就是这个锡丝可以拉长一点 可以把它拉长一点 然后很多条把它卷起来 变成像这样子比较粗的锡丝 那这个时候在焊点上面呢 我就会比较好吃锡 因为锡油的量本身变多了 另外一点就是锡吃在被焊点本身的锡的量也变多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吃锡就比较简单 像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它比较好吃锡 它比较容易在被焊点上的时间也会变短 但是如果你用比较细的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吃锡 而且你锡上的量也速度也会变长 那你要污的时间也会更久 而且它会更容易那个 而且它的那个锡本身那个锡油的更容易被挥发掉 通常我会建议如果各位 如果要使用无千锡的时候 可以把它很拉长一点 然后几条比较多条把它并卷在一起 变成比较粗的锡丝 在操作上会比较容易 好接下来就是有一些朋友就会说 那干脆就做同样一种焊锡做粗一点都会解决的吗 那其实这种比较细的锡丝是有特殊用途的 这种比较细的锡丝是给这种SMD的材料的时候在用的 它的接触点的面积更小 它的使用的范围就更小 你用这种比较粗的焊锡在操作上反而不容易 所以一般他们在做这种SMD的零件的材料的这种拆卸的时候 使用这种细的锡丝反而操作上会更简单更容易 所以当你有这些材料之后 这些焊锡之后 你就可以应付你更多的工作内容 最后我们用有牵焊锡来做一下比对 你会发现有牵焊锡在使用上真的会比无牵焊锡要来的简单一点 而且你会发现无牵的真的会比较雾而且比较暗 目前现在的无牵焊锡大概在市场的占油量大概有八九成 所以现在你喜欢使用哪一种焊锡还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无牵的有牵的其实在使用上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只是说在使用的温度上要做一些控制 那至于焊锡的声音就随个人喜好 它跟材料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里面内容物包括你是有银的没有银的有铜没有铜的 它里面的材料跟组合的成分有蛮大的影响 好今天的说明我们就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感谢你的留言我们下一期见拜拜